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因其他突然变股 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生活条件并不比低保家庭好 但又不符合低保家庭的认定条件 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 将会陷入更深的艰难涌迫 石刹海街道民政科科长王从举例说 我们街道最难的一户家庭情况是 张老爷子提前病退 每月退休金2000多元钱 目前老人双眼失明 老爸两年前去世 儿子又京都智力残疾 残联帮助找到工作 每月收入2000多元 这个家庭总收入4800元 明显不符合低保的条件 但是老人且一阵摔了腿 拖着不去抗病 理由是实在拿不出抗病的钱 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困难家庭 它需要政府更加个性化的帮扶服务 6月初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建立困难群众 精准救助帮扶胆胆胆的实施办法实行颁布 除了低保、低收入、特困人员等传统困难群众 办法 还首次加失能、失智、失读、遭灵 独居的困境老年人和留守儿童 以及需要紧急庇护的未成年人等 都难入困难群众范围 将一一建立困难家庭当案台上 享受政府帮扶服服务 这也就意味着 困难群众的范围变大了 政府需斗底的困难市民人数已将大为增加 民政人员请缺手工组织加入 目前神沙海地区有低保家庭1274户 在新城区排第一位 街道办事处民政科 却只有4位工作人员 其中 主要负责低保工作的 其实只有一员 一员对1200多户 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群体 单靠街道自身力量 进行精准救助根本不可能 必须要借助社会组织 王冲表示 据悉 全市紧低保家庭 就有7万户12万人 在各街道民政科的人员边 是几乎都与时差海接的差不多 五根手指就能数完 根本满足不了政府精准救助的工作要求 为此 2017年初市民政局出台社会工 做参与精准救助的实施意见 大力向社会购买服务 建立专职工作人员 加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队伍 由社工对困难家庭开展入户访问 评估家庭的困难程度 制定针对这户人家的具体帮扶方案 联系帮扶单位提供帮扶服务 三个月后还需进行跟踪回访 检查政策落实情况 评估救助成果 市民政局副局长李鸿斌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救助所将面对街江镇所有的社区 增开下定期寻访 一家庭被单位发现困难群体和困难空体 对于符合已有的政府社会救助 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人群 将享受到相应政策 发现新的问题 将汇总起来由自己层面 区及层面行政又针对性的新的政策来解决 一户困难家庭社工 走访六四十岔海 救助所有单位社工人员 与街道民政科一起办公 自六月初十云宁 以接待八户来访的居民 同时 住手在各社区的社工 还需定期入户走访 主动摸牌 自下而上发现困难家庭 张信老人就是我们在入户走访中发现的 老人简破烂 家里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救助所工作人员告诉被经称报记者 由于老人双目失明 我们正在帮助他申请重残补助 根据他的情况 符合向残联申请补助的条件 但老人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 一些救助政策并不为市民所知 所以 走访见当的过程 也是一个普及政策的过程 工作人员还表示 志工曾提出为老人联系静老院 但遭到拒绝 还提出为老人申请免费午餐 静也遭到拒绝 因生活遭遇变故 老人精神不稳定 怀疑胜功有所图 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实话说 我们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 服务所需运营自十天 社工已经去了他家六次 主要是向他解释政府的各项政策 逐渐消除老人的顾虑 救助所负责人表示 据背景市民政局介绍 西城 丰台 通州 环柔 应允等区 以涮掀开展社会救助家庭精准帮服务事件工作 引入67家社工机构 初步对3.7万户困难家庭开展需求评说 提供个案包袱 5月底 命运率先在全区 20个镇街乡 刮台成立救助所 据西城区民政局副局长李希腾介绍 至今年9月 西城区15家街道的救助 所都将刮台成立 困难群众前往1月9月 救助所社工前去了解情况 月前 石岔海街道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所挂台 西城六区内守家 石阳社救助所社工如何帮助您一对外享受 但符合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的困难群众 社工机构要主动联系街道乡镇介绍主管部门 确保其享受相关保障待遇 二对个人申请有困难需要代理服务的 石工机构可受申请人委托提供代理申请 材料送交等救助服务 三对已经享受政策待遇但生活仍存在一定困难的 石工机构应将困难群众相关信息提供 对辖区政府社会单位和慈善组织通过困难群众救助帮服 一式协调机制或一对一多对一 以及慈善众筹等方式 列接多种社会资源帮助困难群众脱困 四对已经制定救助帮服方案的 石工机构应定期联系辖区业务主管部门 都促救救助帮服从事落实的位 五对享受社会救助的困难群众 由石工机构开展技能培训 心理疏导 子女科业辅导等个案帮扶 提高社会救助家庭内生动力 六对失能失智失毒高龄独职等困境老年人 特有石工机构提供政策宣传 精神卫健 身体政策付贴 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质量 七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以及需要紧急庇护的未成年人 石工机构应开展监护宣传 教育指导 关系调试等个案帮扶 促进困境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八对生活困难的重度残疾人 由石工机构提供技能学习 身体康复 情绪疏导等个案帮扶 增强自信心 促进社会融入 九对应罹患大病或遭遇重大变故生活陷入矿境的困难寻众 由石工机构开展政策宣传 心理疏导 资源链接等个案帮扶 缓解困境家庭生活压力 深 建党的困难家庭和服务对象 按照每三个月 不少于一次开展跟踪回访 特殊情况要做到随时回访 申报资料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北京市民政局 关于建立困难群众 精准救助帮扶抬账的实施办法实行规定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纳入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抬账范围 一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低收入救助 特困供养的社会救助人员 二失能 失智 失毒 高龄 独居等困境老年人 三、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以及需要紧急庇护的未成年人 四、生活困难的重度残疾人 五、罹患大病或因遭遇重大变故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员 六、其他需要救助帮扶的困难群众 北京城堡受习记者崔红 或许武器宣众